原来钓鱼线之所以如此坚固 是因为它用了跟防弹衣的同款材料 超高分子量聚以吸合成纤维 这种纤维能让细小的钓鱼线抗拉性比钢丝还强 首先工人会利用针将纤维穿过弹簧加载装置 这些装置的主要作用就是 将纤维拉直并将其缠绕在线筒之上 紧接着缠好纤维的线筒 会被放进花柱编织机的支柱 而一台编织机需要用到6个线筒 工人会先将其按照一定的手法编织起来 这样机器就会根据工人设定好的编织手法 将原本细小的纤维编织成一条一毫米厚的细绳 这个过程十分缓慢 即使工厂有4500台这种编织机 但是每一台每天也只能编织出250米的细绳 在另一个车间 工人会将准备好的热水倒进金属桶中 并往其中倒进染料 桶中水泵的振动会将染料尽数溶解 溶解好的染料会用高压锅进行加热加压 让染料完全进入到编织好的细线之中 而另一部位染色的细线 会通过金属孔洞进入到黄色的树枝当中 这种树枝会让细线拥有坚硬的外壳 保护其不易被磨损锻炼 接着细线会进入烤炉将表面的树枝烤干 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滚轮与研磨孔岩 将表面的杂质去除 最后质检员会随机取样 检查生产出来的鱼线的抗拉性 确认符合标准之后 就可以利用机器将做好的鱼线 缠绕到复伐心上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